从微博之夜就能看出 萧老师和王老师的关系是真的不好 传说中的横电鹰眼 抢了萧老师的眼镜 还不停地给大家炫耀 眼睛好看吧 这样的 搞得该戴眼镜的人没戴 该戴的戴了 你以为他抢眼镜是为了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偷看 明明知道王老师不能吃辣 萧老师故意还点了辣锅 吃的嘴都肿了 两个老师还因为在后台打架 裤腿都装上了灰 而且萧老师走的时候真的很不客气 还用自己的保温杯去打老王的皮鞋 那么贵的皮鞋差点打坏了 王老师也真是不客气 都看见人走过来了 还翘着二篮腿 就是不放下去 还故意省走位 转过去吓萧老师 萧老师差点没绷住 萧老师兔牙都支起来了 最后萧老师还霸占了王老师的位置 总而言之 他们的关系真的很不好 建议多多安排活动 让他们缓回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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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